大家好,很多人猪肝买回家,除了炒就是烧汤喝 今天分享适合夏天吃的做法 开胃不油腻,下酒又下饭 首先将猪肝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用清水冲洗掉猪肝里的残血 这样才能有效去除猪肝里的腥味 加浆葱,一勺料酒,抓匀腌制十分钟 不知不觉,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,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,再加盐,胡椒粉,淀粉,抓拌均匀 锅中水开,加葱姜,料酒去腥 转小火倒入猪肝,煮至断生后捞出 加入蒜末,小米辣,辣椒面,花椒粒 再浇上热油,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生抽,蚝油,鸡精,白糖 最后加一点香菜段 再用我的双手,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猪肝,鲜香麻辣,特别开胃好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